有朋友问2013,七个半买,他说还要守多久?下个利好消息会是什么? 要守多久?我觉得跟刚才我说的有点似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每个股份都不断去守 我用过去一向的教学,投资者教学里面都是这么说的 不是每个股份都值得去持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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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来一来,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会说,如果刚才的说法就是 科网股先动了,起码转到第二梯 2024都真的站稳了一些高一点的水平 可能才到第三梯对这些东西有得动 因为始终记住,现在是有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阴霾 过去那大半年,很少会说一下半下 突然间整个相关的板块全部拭除二类 所以应该是会一阵一阵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要等多久 我觉得我看着旁边那些什么时候肯定 先动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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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